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将从以下这几点来分享 Apaq Uzi在一起的一些实践 分别是Apaq Uzi的一个介绍和架构的分享 和在一起的一些实践 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实践中对社区的一些贡献 那么Uzi是什么呢 其实Uzi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工作流调度引擎 来管理Hadoop的一些作业 那这边其实也不只是Hadoop作业 它也包括像Flink Hive等等一些任务 那从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出 这张解析图表示了N多任务 然后它会串联在一起 由Uzi来进行编排调度运行 这边呢也是包括了像Spark Hive MR等等的任务 它会有一些Folk Join节点进行一个流程化的一个控制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Uzi的历史 其实是非常古老的 Uzi呢作为Apaq基金会 我了解到的一个第一代的一个工作的引擎 它在201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进行开源了 然后像后来者也是比较多的 像2016年开源的Apaq的一个Airflow 它呢是一个纯正的一个Python的一个项目 当然它也不只是适用于大数据的项目 也包括一些像流程化的一个场景 它也是能够胜任的 那像最近国人开源的比较火的一个Dolphin Schedule 它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作流引擎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可说话的界面 来编排你的工作流 那在有很多后来者的这个情况下呢 Uzi作为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工作流引擎 相比它们的有一些什么可借鉴的一个架构呢 这边可以看到这边一张图就是Uzi的整个架构图 从图上可以看到其实Uzi架构是比较简单的 它最底下呢就是一层自己的一个无状态的一个Uzi实力 那这些实力呢也是组成了我们一个整个的一个Uzi集群 那相比较于Dolphin Schedule和Airflow的话 它是没有自己维护一套Uzi架构的 那它是借助于一样的这样一个架构来实现整个的一个负载平衡 那同时呢它也是基于这个架构 使得它呢非常的一个轻量级 它的状态呢是下沉到MaisoCo存储中的 那对于它的话单个Uzi实力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状态的 那因为这些它的一个调度要素呢使得它扩展性非常强 然后它的一个可靠性也会比较高 那像Uzi挂机的时候其实只会影响一个增量任务 对于层量的震端运行的任务都是不受影响的 这就使得我们在运维Uzi的时候呢它的一个难度会降低很多 而使得我们上线升级的时候这个自信心也会增加 那其实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借助于Yang来实现它的一个Worker的这样一个高可扩展性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 现在是Launcher onYang 那我们又何尝不可以Launcher on K8s呢 其实也是可以的 从架构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那其实这也是作为我们后面的一个roadmap来完成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架构下 Uzi对于一个任务的提交流程是什么样的 这边说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have的一个action 那这边Uzi这边都是叫做action 其实action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一个节点 就DAG图里面的一个节点 在UziClient向UziServer这边提交一个工作流的时候呢 这个工作流里面可能会有一个hive的一个action 那Uzi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呢 就会将这个hive的action提交到Hadoop的这样一个积极上 那这边请注意到就是在NodeE上 这边它其实不是提交一个真实的一个hive任务 它只是先启动一个launcher任务 这个launcher任务呢先会启动起来 然后跑在这个Hadoop基群上 那等这个launcher任务启动之后呢 它才会向Hadoop基群提交一个真实的一个hive的一个任务 那这边也就是意味着 当你提交一个大数据的任务的时候呢 它其实会启动两个一个任务 一个是launcher 一个才是真实的一个用户的 程序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hive提交流程 除了Walker和launcher这一块内容 跟其他工作人员已经不一样 其实我想大概内容也是大同小异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hive的这个容错是怎么做的 那我可以直接就想象一下 就是所有的hive server挂了会怎么样 其实不会怎么样 对于增量任务它是会受到影响的 存量任务它依然会在运行 因为launcher也就是我们说的Walker 它都是依然存活的 因为它的生命周期不会受到hive server的这个挂掉而受到影响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所有的hive server挂掉之后的状态 然后增量任务提交不起来 然后可能存在一点影响就是它的一个任务的一个状态延迟会比较高 因为我们所有挂掉之后拉起来的这段时间它需要进行恢复 那它整个状态延迟时间就是它挂掉的这段时间 另外呢就是介绍一下hive这个功能吧 那其实功能性这块也跟 页面 页面就是页内的一些工作的引擎是比较类似的 它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一个功能性作为一个非常古老调度引擎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它具备一些像频率调度然后工作人员编排 还有就是EI的track然后还有SA的告警工作人员的管理 它还提供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SDK来控制工作人员的一个起屏 还有重跑一些底线任务 另外呢就是它作为一个大数据的一个编排调度引擎呢 它也提供了一些开箱使用的大数据的一个任务 像包括Hive、Spark、Java、Adobe、AppReduce还有SSH等等的一些任务类型 这些都是开箱使用的也就是说它内置的这些节点类型 同时呢为了方便公司内部一些二次开发呢 它也是提供了一个插件化的工作类型的一个开发架构 使得我们在二次开发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 在讲到了功能和优势的时候呢 看着就比较的难用 另外呢就是它自带的一套非常古老的一个WebUI 非常难用 相比较像Airflow、DoggingSchedule等等 一些非常漂亮的界面 基本上你就感觉Udi这个东西确实不好用 而且也非常的不人性化 另外呢就是相较于一些新兴的开发项目呢 Udi可以说整个社区呢都是非常不活跃的 接下来呢讲一下Udi在爱奇的一些深度的一些实践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爱奇的一个整个的一个MyStore吧 其实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通过Hew来使用Udi 因为相较于Udi非常一个legacy的一个UI的话 其实Hew提供的整个页面以及它的一个管理功能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那在2016年经过一些初步的实践之后呢 我们就基于Udi呢开发了一个平台 然后我们这边称作叫平台1.0 基本上就实现了基于YAML的一个配置 同时呢引入了新的一个管理的UI 因为Udi实在太难用了 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发了一站式的一个DemoOps的一个数据开发平台 那就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呢 使得数据分析师能够在我们这个平台上进行一站式的一个开发 它就相当于成为了一个数据分析师的一个线上的IDE吧 最后呢为了根据一个整个的一个多运架构 还有Hadoop架构的一个升级引进呢 我们也对Udi做了一个多极群同一调度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架构升级 然后也做了像吸力度隔离灰度升级以及智能调度等等的一系列功能 也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进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Udi在我们爱奇艺承担的一些量 或者说一些负载情况吧 集群的整个规模呢我们现在有10多个 大概有2万多个节点 那Udi的整个规模负责的一个定时工作的调度呢 大概任务的量有2万多 然后整个的工作流呢有15万到20万之间 整个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Drop的量呢 大概有七八十万 高峰时候呢会有100多万 但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就是 惊奇的就是我们支撑这一系列比较大的一个Drop的一个量 但这个规模的一个Udi集群呢大概只有20多台 那当然呢这也是德育我刚刚之前介绍的一个Udi的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Worker呢是由Yung来管控的 所以说呢只要你这个Yung集群足够大 其实整个一个Worker都能够在Yung上进行运行 然后也能承担相应的一个负载量 现在呢基于Udi这一套的一个平台呢 基本上是覆盖了公司所有的一个数据开发的 离线用的一个调度运行 同时呢不仅是数据开发这个流程 那也是负责了像机器学习工作流程中的一个特征生产 还有样本生产 分布式一个训练编排 以及模型的推送等等的一个 机器学习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流程管理 接下来呢分享一下我们基于Udi平台做的一些工作 第一块就是我刚刚在整个Mystall中介绍的 关于平台化1.0的阶段 在1.0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实现了一套基于Yaml的一个 workflow定义的一个抽象 用于简化无比的一个非常难用的XMail的一个配置 那当初的这个设计一方面是为了简化 其实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希望提供一个抽象的一个平台 或者说抽象的一层羽翼呢 来屏蔽掉对底层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工作流域引擎的一个保定 然后从而呢因为我们可能后面会替换其他引擎等等这样一些顾虑 从目前来看来其实也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后面我们看到Airflow开认之后呢 它的一个整个的Yaml配置其实跟我们也是类似的 另外呢我们也引入了新的自研的一个管理平台 那通过它呢可以就是用户不用再去使用 Woozweb UI那一套非常古老的非常难用的东西 那么通过我们新引发的一个平台呢 可以可视化别基图的一个运行的一个阶段 那方便查看用户的一些合同作业的一个日志 然后管理它的一些工作流等等功能 那么随着其实用户的一个逐步接入呢 很自然的我们也是开发引入了一站式的一个DataOps的一个平台 其实这一个平台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大部分公用云厂商也都是这样做的 通过这个一站式的一个数据开发平台呢 使得数据开发的同学呢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进行开发管理 还有版本维护 提高它的一个整个的一整套的一个生产效率 那这边图上展示的我们也有各种节点 通过拖拖拖拖的方式呢 就能直接生成一个叠际图 同时呢版本的维护也有在平台上管控 那相当于已经摆脱了原先基于yaml 或者说基于xml的一种形式 接下来呢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对无底引擎的一些改造 扩展以及升级还有一些bug的修复等等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在使用SSH Action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其实可能大家会疑惑什么是SSAction呢 Action这个概念是无底这边内部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一个绝技图的一个节点 那SSAction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通过SSH这种方式来远程连接 到用户的机器上的一个绝点类型 那其实很疑惑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入这个东西 我们不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任务提交平台 或者说一个统一的一个入口吧 其实也是在我们平台迁移的初期呢 遇到了一些阻力 我们为了方便替换用户 原来直接使用一些Chrome Tab 来管理它的一个定时任务 那像原来的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编排 其实是通过它的一个share找本来进行完成的 那我们想要替换这种方式呢 我们希望用户其实是希望它以比较少的一个 比较少的更改代码 然后比较少的代价能够接入进来 那我们就这边就引入一个SSH Action 那相当于它原先的一些部署环境都不是要变 它只需要在我们这边配好远端的一个地址 然后配好它的一个share找本就OK了 这样的话就能够大规模的接入到我们 物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workflow平台上 但是呢其实在初期大规模使用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几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当远端的一个任务机器重启的时候呢 整个workflow的一个任务状态都会被重置 另外呢就是当用户Kill工作流的时候 发现它的整个hadap job 依然是存活的 因为我们把客户端的一个进程干掉 其实不一定有用 因为像spark这些作业的话 它依然会在整个hadap集群上进行运行 它不会等到你这个Kill进程 启动进程挂掉它就会挂掉 其实不是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啊 我们都在初期大规模实践的时候呢 一一进行解决 那这一块呢也是一一都贡献给了社区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就是 就是在UZI上的一个spark action 那其实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啊 在大规模的迁移用户任务从入口机 所谓入口机就是它有一台Linux机器 然后在上面编写一些share这条本 然后直接向我们的hadap集群提交一些任务 包括像spark、MR、Hive等等 那我们初期在大规模的迁移用户任务 从一个入口机到平台上的时候呢 其实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用户的一些spark架包呢 它与我们平台上有一些冲突 导致它的launcher呢直接失败了 那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整个过程 就无法大规模的迁移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深入分析了一个 UZI的一个spark action的机制 然后后来分析到 其实是因为spark啊这个架中呢 用户没有exclude掉一样的一些架包 那它自己带有的这个一样的架包呢 可能会有一些跟我们当前版本 不一致的情况 或者说冲突的情况 那这就导致我们launcher 在启动的时候呢 直接就冲突了 启动的时候就失败了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launcher 启动和拉取用户架包 这个过程呢是结偶开来 等到launcher启动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去fetch用户的架包 那这样的话再去提交用户任务 相当于把launcher启动 跟用户架包拉取这个过程结偶 分成两个步骤 这样的话它们就互不影响 也就不会互相就是导致错误发生 通过这样一个改进呢 我们也是大规模的将我们公诉 大概99点几的一个任务 全都迁移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下我们对 屋里的一些工作流节点的一个扩展 那这部分内容可能我也没在 眼里看到一些方案 应该说是比较新的 其中一个就是flink batch这样一个action 然后在屋里上进行编排运行 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一个flink任务呢 基本上已经全部circle化了平台化了 因此呢我们希望在实现流PP的过程中 需要使用circle来运行flink batch的一个任务 那很自然的 屋里作为我们公司内部一个一线任务的一个 统一的一个提交入口 那我们就需要支持flink batch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类型 但是呢在开发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预示到了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呢就是屋里的一个认证机制 其实是flink不支持的 另外就是在我们扩展一个新的action 类型的时候 我们无法评估它的一个难度 那其实这边也就说了第一点跟第二点 那第一点的话 通过研究屋里的一个代码呢 我发现其实扩展它是非常方便的 只需要继承它的一个类 然后实现一些flink的任务的一个提交逻辑就OK了 所以大部分改动并不多 只需要实现一些小的细节 另外一块比较大的问题点就是 屋里的一个daring in token提交的机制呢 flink却就是无法使用 使得它呢无法提交到我们内部的一个 covers机群中 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先要解决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 daring in token提交的一个流程吧 嗯 我们在提交一个think batch任务的时候呢 在第一步的时候提交这个任务 由客户端向VSERV发起的时候呢 VSERV在启动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就会向KPP进行一次logging 当然它如果logging过后了 如果没有过期 那它也就不用logging 当然它是一个super user方式 然后它会再获取到这个用户 job的一个用户信息 很多个用户信息 然后去帮这个任务呢 去 retrieve这个daring token 从比如说它要运行的这个hdfs集群 还有resource manager这个上面去获取 然后它是以通过cross user方式来获取 那获取到之后呢 在launcher启动完了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token呢传递给flinkjob 只要flinkjob能够接触到这个token 它就能够向运行中的这个 哈德普集群进行提交它的任务 但是呢我们发现一点 其实flinkjob在第四步传递给它之后呢 它已经就不识别这个token 它也不会用这个token 去跟它后面的一个流程进行提交 这就导致整个提交是失败的 这边的一个gap就是flink无法识别 并且使用这个token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分析了一下flink代码 然后后来发现 其实这不是woodi的问题 是flink的问题 就是说它的内部没有实现这样的一套机制 于是呢我们就提了一些圆满改进 贡献给了社区 那这些包括像flink21700 21768等等这样一些patch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在woodi上支持flink batch提交的一些需求 其实可以直接使用了 现在已经是完全支持的了 另外一块呢就是woodi和机器学习流程的一个碰撞 那我们通过tony框架呢 实现了tetherflow和patch 以及分布训练在样程的一个运行 然后我们接着呢通过实现一个tony action呢 就能够使得让woodi能够编排整个的一个特征生产 样本生产训练的一个分布训练的整个流程 那么通过woodi的编排呢 我们就能够它就带来两个好处嘛 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把线上的数据跟我们分布训练结合的更紧密 相当于加速它整个流程 另外呢也能够附用一些我们大数据的一些闲置资源 因为一般分布训练都是基于已经产出好的数据 那大部分都是在白天运行的 那其实我们的数据生产大部分都是在网上运行的 正好把这个过程衔接起来 它就能够附用我们大量的一个和wood训练资源 右边张图呢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模型 产出的一个流程 那这边就是包括像特征的一个处理 还有分布训练最终的一个模型部署等等 这样一个场景 接下来呢分享一下我们对wood训练做的一个统一调度的一个架构升级 那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对wood训练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造 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统一调度呢 其实就是一个wood训练的一个大集群来负责整个Hatobo任务的一个任务提交 就是左边张图就是我们原先的一个架构 一个Hatobo集群都会绑定一个 唯一绑定一个wood训练色的集群来进行调度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有几个出发点 从这张图上我刚刚讲的就是绑定调度 其实它带来就几个问题吧 一个问题就是比较笨重 然后我们上线升级或者说运温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耗时并且困难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每一个workflow 因为都唯一绑定的一个工作练 就是导致我们如果想要将其中的一个工作练 节点呢它的任务调度到另外的集群呢 是当前的这个wood训练的一个代码是不支持的 那如果我们升级到一个统一的一个wood训练 集群来负责向各个集群进行调度呢 其实第一个好处就是方便它的一个运维 方便我们运维人员来进行运维 同时呢也是为了响应 第二点呢就是响应我们公司的一个多运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版本的一个hadowing 还有就是我们也使用了公用营上的一些集群 那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缩容或者扩容公用营上集群的时候呢 直接能够通过我们一个统一的一个wood调度集群来进行调度任务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统一调度的一个目标 基本上是分成一个三步走 我们是怎么实现它的吧 那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实现我们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节点的一个job 能够调度到不同的一个hadowing集群上进行运行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实现一个稀利度的一个调度隔离 还有灰度升级的一个策略 那么经过上面这两个目标在完成之后呢 我们已经统一了所有的一个离线任务的一个入口 并且呢也能实现一个统一的调度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智能的一个动态调度 其实这边也是为了响应公司内部计算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那我们的一个智能调度呢就能帮助用户选择最优的一个计算集群 跟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目标集群也是相贴合的 它不需要比如说跨机房 然后还是它选择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调度集群呢 同时也是资源负载最低的 有点类似于一样的一个federation模式 那么我们是通过物理这样一个抽象的一个prosy 来实现federation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步骤吧 任务的一个多集群调度 其实在这一块呢我们就遇到几个挑战 一个就是多集群的一个认证 科布尔斯的一个认证访问 因为需要向不同集群进行一个认证 那这边不仅包括公用云也包括私有云 那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兼容不同的一个Hello版本 像公用云的版本 然后私有云的版本 还有一些公用云厂商自己改的一些版本 那另外一块就是 对于整个WUZ代码站的一个重构 而且呢非常困难的一点就是 我们在重构过程中 还要兼容原先的一个提交模式 使得能够我们就是在切换引擎的过程中呢 能够让它平滑的迁移 那么经过一系列的开发呢 其实我最终实现了一个多云多合同版本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调度支持 已经支持了私有云公用云 还有不同的一个合同版本 都会在我们统一的一个物质集群上 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调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整体的一个工作流层面的一个效果吧 那这边就是一张DLG图吧 那我们有Spark和Hive MRSpark节点 那我们这边就去了三个例子 在这一个工作流程中呢 像Spark节点 它是运行在了一个自建的一个 Hadoop2.x版本的一个集群上 那Hive节点呢 它是运行在了我们自建的一个 Hadoop3.x的一个版本上 还有Falk之后的一个这个Spark节点 它是运行在公用云厂商的一个 EMR的一个上面 那就相当于就是我们三个节点 三个节点 这条工作流里面它都运行在不同的集群上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在一些存储计算分离 还有一些资源的不够的情况下呢 我们能够伸缩托轮到其他的节点上 用户它的一个任务呢 是不需要感知的 所以这边就引出一个问题 我们是只是为了用户选择不同的一个集群运行 这件事情来做这个东西的呢 其实不是 其实是为了我们后面会讲到 其实为了适应我刚刚讲的一个 存储跟计算分离的这样一个架构 然后同时呢也希望就是分离之后 因为我们有很多集群了 希望暴露给用户统一的一个逻辑集集群 然后帮助它在一个任务运行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计算集群 那通过实现这个功能呢 我们才能够做后面的一些事情 第二部分呢就是调度隔离 可能也有一些同学会疑惑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统一调度的时候 其实物理隔离的已经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了 这是因为就是之前那个部署模式 它是一个分集群的一个绑定调度 虽然运维起来比较困难 然后但是呢因为物理隔离的优势呢 就会一个集群挂掉也不会影响另外一个集群 其实对于整体的一个任务调度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现在经过这样一个统一化的一个架构调整呢 可能就会因为一个集群的问题呢 导致所有集群的一个任务呢就会延迟掉 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又必须要实现一个调度隔离 那我们通过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就是基于这张图上的一个label的一个方式 那么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像C1这个label 它是服务于Hadobe1这个集群的 同时呢它也绑定了Uzi1这样一个UziServer 这个意思就是说那UziServer也没有绑定其他的一个label 这就意味着UziServer1会唯一调度 Hadobe1这样一个上面所有作业 所以当Hadobe1这个集群挂掉的时候呢 只会影响到UziServer1 它很多任务都会堵在UziServer1没有调不起来 原来其他集群任务是不受影响的 像C2这个label呢 它是绑定了像Hadobe2 Hadobe3这样两个集群 那它也是由UziServer2负责的 还有就是Cloud的这个label呢 它是负责调度像EMR这两个集群 但是呢Cloud它会有两个集群来进行调度 一个是UziServer2还有一个UziServer3 那这边它调度的时候呢 EMR这个任务呢 会分流到UziServer2和Server3 它会进行一个负载均衡 总的来说呢 通过这个基于label的这样一个调度呢 我们可以实现像Hadobe1这个集群挂掉 然后它的其他集群任务不会受到影响 因此呢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调度隔离 另外一块呢 就是细利度的一个灰度升级的一个策略 那我们通过Uzi统一化的这样一个集群 如果就是我们在上线的时候 如果代码有bug 然后就会可能就是一次性上线 就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很多个Hadobe集群 一个任务呢都会受到影响 那为了解决这一点呢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灰度升级的一个架构 那这边图上也可知道 那我们通过引入了这样一个灰度升级节点的一个状态位呢 能够自定一些灰度命中的一些工作流策略 然后导入一些特定的流量呢 到我们这个正在升级中的一个节点 那我们通过这些流量的观察 也可以看到就是 在线上的一些任务 在我们新升级的这个版本里面呢 产生了一些什么问题 也方便我们进行观察 那如果它没有问题呢 我们也会慢慢的放大流量 然后应用到其他的这个Uzi统的一个实力上 相当于就是采取了像后端服务一些 稀利度升级的一些概念嘛 那我们也是制定了一些升级的一个policy 现在呢支持像工作流的一个名字的匹配 然后还有工作流的一个owner 还有就是工作流的Hadoop用户 这些匹配的一个多种的一个放量的一个匹配方式 这样呢就可以实现我们非常细利度的一个灰度升级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实现了上述这两个步骤之后呢 也就是就是我们在实现了一个同一调度之后呢 我们最终目标其实是实现一个 希望是一个做一个动态调度的一个功能 那什么是动态调度呢 这边其实有个背景啊 就是我们线上其实会有多个样极群 并且呢它不适于存储极群绑定的 那决例子啊如果一个Hadoop任务来了 那其实我们就需要决定啊 这个Hadoop这个Spark任务呢 它要运行在哪个群群 那这个时候它的运行 嗯这个决策是怎么判断的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决策器来判断 那这一层也是做在Uzi里边的 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制定了一些就是决策器的一个策略 包括像数据的本地性 然后还有这个任务是不是指定了像Master 还有Replica等等的这样一个 极群的一个负载情况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放置的位置等等 这样一些策略来决定 由决策器来决定它运行在哪个极群上 从而呢实现一个动态调度 那这一块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它是不需要感觉到下面的一个物理极群的 对于它来说它只有一个逻辑极群的概念 具体它要调度到哪个极群完全是由我们这个决策器来控制的 那么我们在其实拥有动态调度之后呢 其实带来的好处就非常明显了 举两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吧 对于我们在线上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的工作人 其实业务同学都会在两个极群进行双跑 他们希望能够应对极群层面的一个故障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会有个疑问 这真的有必要吗 而且这不是白白浪费资源吗 那通过我们的这个动态调度这个功能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对这个job 或者说是工作人员层面的这个节链设置它的一个配置 它会设置一个master还有replica这样一个配置项 当master这个极群挂掉了或者lost了之后呢 有决策器它就会自动发现这个极群挂掉 然后帮它fallback到这个replica这个极群 那从这个层面呢 我们就已经实现了工作的调度层面的一个相当于HA了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好处呢就是机房迁移 其实很多公司当然也包括我们公司啊 在进行机房迁移的时候 海德普集群也要迁移 这个时候就非常头疼 因为一方面要协助业务团队进行迁移 另外一方面呢还要进行一些集群的升级啊等等工作 这个时候业务也很头疼 因为整个过程呢不仅耗时耗力呢 还是非常容易出故障 那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思考 如果我们能从任务调度层面呢 自动感知到数据的迁移 然后自动帮它切换整个运行的集群呢 那是不是对业务来说的话 它就不需要修改成百上千的这样一个工作流 对它来说相当于这个过程是无感知的 那相当于就是这个spark action 它提交的时候呢 它只会提交到一个逻辑集群 然后呢我们真实的运行集群呢 我们帮它进行切换 在调度层面进行切换 那对于它来说的话 它只是不需要知道跨机 它就不需要知道我们机房迁移这件事情 当然啊这一块内容还不仅仅是 物质这边动态调度能解决的 还需要比如说像QBFS这样一个支持跨机军房的一个文件系统 那么啊也需要来支持 在物质这边决测器的时候 它进行感知的时候需要感知到它底下数据已经迁移过去了 通过QBFS来感知到 然后呢它在决测器层面呢 也能够把这个数据感知性能作为一个要素 然后它会调度到相应的一个同机房的一个计算机群上 嗯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到 当上图的这个HDFS数据进行迁移的时候 迁移完了之后 在QBFS这个层面呢 它会把这个挂载点进行一个重置 那在SparkAction提交的时候呢 它就会感知到这个数据已经迁移到其他机房了 相当于它的数据本地性已经变更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迁移到另外一个机房的一个样机群 然后把它计算任务能够迁移过去 这个整个过程呢都是对于用户是无感知的 那么在其实我们这几年的实践中呢 也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扩展一些功能 那这部分呢已经贡献给了社区 包括像Woodle还有Flink社区 那Flink这一块呢主要是我刚刚分享的FlinkBatch OnWoodle这些一些事项吧 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这一张 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谢谢大家今天就是我这边的所有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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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